好,我是股票胖子啊,我们今天继续开一下 看看这些什么啊,这些东西挺有意思的 打开一下 这个是什么东西,应该是我朋友帮我买的那个顺天 还有一个老龙家,让我帮他买那个3D龙 对,然后我把老龙家的那个3D龙的菜给他教了啊 我记得不想放轻 我看有没有其他东西一起好了,我记回来的啊 3D龙不会又没给我记吧 买了快两个礼拜了 一个上海边粉丝,让我帮他带几个3D龙 我不来,让人家买了,他一直没给我记回来 我拿到钱第一天,就把钱打给他了,帮我买几个 哦,在这,在这啊,这个3D龙 在这里啊,还好发现了啊,在这 我帮老人家买的几个3D龙 嗯,就因为也不太值钱,所以我就没有让他直接给我记回来 就是,拖拖拉拉弄了好长时间 嗯,老人也不急,所以就无所谓 让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嗯,这就是准备3D龙 让他看一下啊 28个啊 500米,还是几百米,买了几个3D龙 状态还是不错的,3D龙的状态 啊,3D龙 都是,就是深坑的,嗯,就是 这种其实就是真宗船式的3D龙啊 状态也蛮不错的,我觉得还行,还可以 不是很差啊,对,都给老哥寄过去 对,嗯 嗯,深坑的也很漂亮啊 还挺美的 法陆的味道很好啊 嗯,味道不错 行,那就是3D龙啊 行,拜拜 好,刚才是一位老哥的东西啊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 是一个公布的一个景盒 对,公布一个景盒啊 然后是一枚那个孙天元宝 啊,这个孙天的元宝 嗯,其实这枚还可以啊,不是很差 对,其实真的不差啊,这枚 也没 风也其实不水 真的跟巴巴的状态是很理由的一比的 这枚其实五千多不贵的啊 多块钱 这枚其实不贵 这枚其实比卖我那枚还好一点呢 嗯,就是文德公伯的那个 啊,盒子 顺天元宝 钢带顺天元宝 啊,平级标签在什么地方啊 在这个底下吗 平级标签呢 嗯,在这啊,平级标签 嗯,平级标签它是这样的啊 塞在这里面 它这样放好 再这样放好 然后这个放在这里 它标签是在背后啊 顺天元宝 嗯,这个其实不贵 这个其实就是屁股移了一点饭啊 正常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上手感觉还行 顺天元宝 背上月 啊,行 行 公伯最新的井河还是蛮漂亮的啊 给老哥放好 这样把它其他东西一起塞里面 给它借过去 来,拜拜